回到第四场4,1200米的赛事 首选是选择二号的老友威威 在初步分析里也说过这一部分 对上两场有个借口给他 临场有些乳粉粉不太帮得到一只马 即是在香港里面的变化地 另外我们来看看统计资料里面 统计资料里面先给大家看一下 沙田是好,谷草里面的成绩 沙田跑了1200米 他得到的胜账比较多 黄色黑色就是今场跑这一场 1200米的赛绩 以往他得到两个win,三个第二 其他类型都比较失望 而且拿回季初三班1200米 028那场的赛益水准来计 我觉得绝对在这里有足够的 赛益水准来计较差点之后 会有得分 所以先选择他 另外一个超新星 前一场赢马 上一场虽然好像比较失望 但昨天都和大家看过 左右旁边的马纷纷都上名 而近期苗里得 现在有些马都已经逐渐 特别是绝对出来跑 似乎做足功夫以后 试完两个大闸 走射也好 曼曼一看神货 都见到一只马撞身了 刚刚赢了一只龙城胜象 都加了1磅 这只超新星都加了21磅 看来是好现象 而第三选就是爱飞1号 所以这次过来田草 获得有些新鲜感 季初005那场他追得好 现在有$57元 比较想象中热 看他就有些信心飞了 在第四场里 就选择了这一只 老友葳葳 1号超新星 和9号爱飞1号